桃园平鎮有一处平交道 上午发生了一起老翁被电链车撞伤的意外 这名老翁在铁轨旁边种菜 疑似是为了要捡东西跨越铁轨 但是一时闪避不及 被高速行驶的火车给撞倒 头部受到严重撞击 紧急送医 被火车撞伤的老翁倒落铁轨 消防人员小心翼翼把他抬上单架固定 送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急救 无明显的外伤 可是在嘴角的部分 有这个血流出来 那诸部判断 可能这个头部部分 可能有撞击到 这名老翁是在上午十点左右 在桃园平鎮新光路二段的平交道旁种菜 疑似因为要捡东西 一时不注意 被北上的电链车撞倒 铁道旁种菜的民众 应该是要红越这个铁轨 因为来不及闪避 我才找这个电链车撞撞 老翁的伤势严重 有生命危险 铁道旁的景宇还提醒大家 要保持安全距离 却还是意外平传